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日本有关智库的报告 对中国内政 军队现代化建设 以及中国同他国关系妄加评论 有关言论不负责任也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 近年来日本大幅增加军费支出 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 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 我们敦促日方 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 深刻反显侵略历史 停止靠渲染中国威胁 为自身强军扣武寻找借口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